想必很多人都耳闻爱多美这间公司了 那么大家一定都会有共同的疑问 爱多美到底是什么 是传直销吗 是骗人的吗 还是又要强迫人 又要拉人 不然就是很贵 还是它只是一个网路购物呢 其实各位都误会爱多美了 所以今天就要为各位来解答爱多美到底是什么公司 首先爱多美是一间卖生活用品的公司 它的特色是卖高品质的东西 却用便宜的价格售出 而且只卖天然无毒的生活用品 并且是透过网路来购物的一间公司 只要动动手指滑手机就可以买东西 并且宅配到你家 所以我把它拿来跟7-11全联加乐福来比较 各位就比较清楚了 那这些地方的特色是什么呢 第一个加入不用入会费 顶多某一些地方它会要你办卡 手续费大概50块到150块不等 第二个消费没压力 今天你要去这些地方消费 你不需要先准备一笔金额才可以进去 当然你出来的时候也不用担心 一定要消费到多少的额度才可以出来 第三个会员想红利点数 在以上消费的地方 每个人都会希望能够累积一点红利 要嘛是换马克杯 换公仔 不然就是零钱去尾数 第四个消费无阶级之分 意思就是这些商店卖的东西 不会因为身份的不同 而卖的价格有所不同 也不会因为你买的比较多 我东西就算你便宜 或者是你加入的比较早 我东西就算你便宜 所以是非常公平的 每个人买的价格都是一样 而今天我要介绍的就是爱多美 爱多美跟上面这些商店一模一样 拥有这四个特色 加入不用钱 消费没压力 会员也可以想红利点数 而且价格都是一样的价格 不会买贵 但是爱多美除了这四点 还会再送你四点 第五个品质保证 或许你没有听过爱多美 但是爱多美的制造商 跟你熟知的知名品牌 其实是同一个工厂的 在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 爱多美的公司背景 爱多美的产品都是由原子力研究院 加上科马公司研发制造而成 其中原子力研究院 是由韩国政府出资的 它是全球排名第二的研究院 并且拥有1300名博士 还有4000余人的研究团队 其中的研发费用 都是由韩国政府来出资 科马工厂则是百年代工的工厂 它是全球第三大的化妆品医药品公司 并且它底下贴牌代工的品牌有 香奈儿 蓝蔻 滋生糖 蝶妆 以及数百种品牌 所以这样的背景 造就了爱多美的品质保证 是国家级的保证 第六个 满意保证 爱多美的东西除了食品以外 其余的东西都有30天的满意保证 意思就是说 今天你用这瓶洗发精 你就算用了一半 用了剩下四分之一 可是你觉得不喜欢 爱多美还是愿意接受您提出退费 并且是全球退费 第七个 安全保证 爱多美的每个商品 都有2000万的产品责任险 大卖场你买东西 如果商品出了问题 顶多是下价 让你退费 它也没办法具体的补偿你什么 可是在爱多美 我们还有产品责任险 可以保障我们 第八个 同利换现金 大卖场买东西 我们可以换到的都是马克杯 换到锅子 可是那都要消费相当大的金额 甚至是还要再加购才可以换到那些东西 在爱多美不一样 你领到的红利是直接换现金给你的 所以各位只要记得爱多美是 缺什么 买什么的公司 听到这里一定有人觉得说 一分钱一分货啦 怎么可能好东西是用便宜的价格卖给你 朋友 你有所不知啊 我们平时听到的名牌之所以卖的这么贵 其实就是贵在广告费以及代言费 羊毛出在羊身上 我们之所以会喜欢买这些品牌 就是因为他们砸了大量的金钱 洗脑你对他的喜好 也就理所当然他们的产品可以卖这么贵 所以一样是科马工厂制造出来的商品 贴了不同的logo 它就可以翻好几倍的卖给你 而我们还觉得这是正常 其实就是品牌迷思 而爱多美就是一家把广告费代言费都省下来 让消费者可以直接用最便宜的价格 买到高品质商品的公司 并且爱多美的商品还获得非常亮眼的成绩 韩国是全球在保养品和化妆品 数一数二厉害的国家 爱多美却在韩国境内同业销售量里面 连续两年获得第一名 并且获得奖英识奖第一名 在这里提一下这个奖项有多么的厉害 奖英识奖是韩国最高科技大奖之一 获得这个奖项的可以被公认为是好产品 其中爱多美获得第一名 而第二名是非常知名的品牌 由李英爱代言的后 各位可以自己上网查一下后的产品要多少钱 而爱多美的六件组平均一件不到500元 撇开产品的价格不说 你喜欢用第一名的产品还是第二名的产品呢 所以我用一张图来表达什么叫做绝对的高品质 绝对的低价位 通常我们要买到好的品质的商品 就要付出昂贵的价格 这些东西通常是品牌或专柜 那如果我用可以接受的价格买到还好的产品 那这种东西通常会是在大卖场 倘若你遇到的是价格非常高 可是品质却非常低劣的 那这通常叫做不识广告或者是骗人的 那么今天有高品质的商品 却用趋近于大卖场的价格售出 这个就是爱多美了 简单来说爱多美就是一家拥有实体店面的高品质 还有大卖场的低价格 以及网购事业的便利性 还有组织行销的倍增 最后送一张总结的图给各位 爱多美大致的特色都在这张图里面了 不过今天我谈的比较浅 没有提到反例倍增这件事情 如果各位有兴趣 欢迎在底下留言 或者私讯我的粉专 JJT 谢谢各位的收看